政府决定耗资3000万令吉为我国球迷直播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赛事 然而这番好意并不是所有国人都买账 甚至有人批评这是烧钱的行为 不过有不少私人公司主动向政府提出赞助 财政部部长今天也在槟城光大召开记者会时宣布 3000万令吉的直播费用已经获得全数赞助 这个3000万虽然是我们先出 但是我们能够拿到私人的公司来报效 而且他们的回酬是一种赞助而报效 回酬是这些公司是他们的公司能够登广告 所以基本上我们马来西亚政府没有花一份钱 林冠英强调虽然政府必须事先支付这笔费用 但是有关私人公司将在事后付上赞助费 为国家出一份力 另外滨州首席部长曹关友宣布 再有滨城公司以及社会人士响应希望基金 捐出300万令吉 让基金总额突破了3000万令吉 我们现在这个马来西亚希望基金有2700万到9点半 但是陈先生的这款报告要等到三天 我们日快增加三亿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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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zn 希望基金设立以来筹款一直以倍速增长 短短几天就突破了千仿佝 NTV7 槟城采访报道